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加入今天早上的大愛早安新聞 我是林國新 時間過得非常快 已經進入下半年了 今天日期來到了七月一號 農曆是六月初三 星期五 首先一起來關心國際焦點 來看到的是印度 印度東北部再度發生了暴雨釀災的情況 而且發生大規模的土石流災情 至少有七個人死亡 還有不少人下落不明 現在預估死亡人數 還有可能會再攀升 搜集隊持續的挖掘 不放棄任何希望 土石流發生在當地的半夜 兩點左右 一共有多達81個人遭到掩埋 目前只救出了19個人 下落不明的55個人 現在恐怕是凶多吉少 而在阿薩姆邦 短短24小時內 就集中降雨量多達了 2600多毫米 那麼有富少的村莊 受到洪水的影響 民眾的生計恐怕也會受到波及 再來把鏡頭帶到歐洲 波蘭現在收留大量的烏克蘭難民 贏得了國際好評 但是波蘭政府並沒有一視同仁 因為波蘭在去年8月份開始修築 跟白俄羅斯之間長達186公里的圍牆 現在已經完工了 人權團體就批評 一邊是驅逐預防中東還有非法移民 一邊是張開手臂歡迎烏克蘭人 根本就是雙重標準 去年 或使歐盟解除制裁 那么来自中东还有阿富汗 以及非洲的非法移民 有将近四万人 涌向白俄罗斯跟波兰的边境 企图闯关 才会让波兰的国会 通过逐墙计划 面对人权团体的批评 波兰政府表示 这是未雨绸缪 现在他们才可以 全心来帮助乌克兰的难民 整层楼十一间会议室 用电插卡感控 四座冷却水塔提供整栋大楼 近八百名员工使用 水温监测变频系统智慧监控 是科技公司总部最大节电工程 变成是一个小型的回电脑在里面 光光这样的一个措施 就二十四万九千块钱 可以节省下来 可以省了多少度电 我大概有八万六千三百十八度电 是这样子 就一年 一年 全新打造的能源供应器制造厂房 即将落成启用 进到烧机测试室导入的能源回收系统 光是这套设备节电效率提升程度 就相当惊人 在传统消耗一百度电 这边只要消耗三十度电 其他的其实是用我们回收回四电的 等那些回收的电来做补足的动作 科技厂房重新打造再出发 节电精神更坚定 在还没导入之前 我们大概是一个月大概九十三万度电 一个月的消耗是九三万度电 我导入大概七八座以后 的ES以后 我大概电费一个月大概降了 降到七十八万度 工业用电大概占了百分之六十 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那纺织业在工业用电里面 大概占了百分之六 染色稳的都整理到物流 同样导入智慧系统 努力提升能源效率 主技处统计资料摊开来看 国内工业用电成本 占整体生产成本 制造业仅仅百分之一点七七 半导体也才百分之二点二 2016到2020年这段时间 是店价比较低的时候来讲话 大部分的他们的节能投资 都是没有不破百亿以上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是认为说 那借由这次的店价的调整来讲话 可以是驱动这些耗能产业 可以再进一步增加 他们的节能投资 我们产业必须要问自己的是 我们自己的产业中 在世界上效益够不够 不够的话 政府也不可能永远保护 所以说也要想办法 自己要把能源效率往上走 那我们装的那个电源表 主要是在监控 这个控制盘本身的 它的本身的电压电流功率 每一个环节 企业主绞尽脑汁 抢着当产业节电几先锋 带一新闻 萧志杰 李健宽 台北部导 也有关我们的荷包 所以电费要斤斤计较 如果对于身体 我们的健康也要好好的衡量 说到经济独立这个动作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不过这个动作 可以用来检测我们的身体状况 根据英国的研究发现 如果单脚站立低于10秒钟的话 就要留意了 因为在10年之内的死亡率 会比较高的 原因是我们的身体肌肉 已经大量的流失当中 这样的动作 经济独立 无法单脚站立超过10秒的人 未来10年内 死亡风险会增加84% 手臂向下贴在身体侧边 抬起腿放到另外一只腿的小腿上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针对年龄51到75岁的族群 进行研究 高于10秒以上的人 在这10年内 死亡率是4.5% 低于10秒的人 死亡率为17.5% 其中这些族群的死亡率最高 就是那些慢性疾病 高血液心脏病 尤其是糖尿病 因为血糖的控制的不稳定 以及这个容易流失一些能量的部分 靠着这个糖尿病的部分 所消耗掉 所以他的肌肉流失的比例 又比正常的人来得快 医师表示 一般人到了七八十岁 才会出现肌少症的情形 但是慢性病患者 可能会提早10到20年 更会增加致命的风险 在高龄的族群 因为他呈现的是 有所谓肌少症的症状 那可能当然他在肌耐力的部分 或者是有一些是属于 退化性关节炎的部分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 他本身的平衡感 还有他行走的能力 这个动作的话 经济独立 他就可以看得出 你的核心肌群的活化程度如何 那他如果太弱的话 你可能身体上一些 病痛的问题就会比较多 医师提醒慢性病患者 除了靠药物控制 还要搭配运动习惯 保持肌肉耐力 也能做到经济独立 大爱新闻网易提醒好 台北报道 其实我们的身体 就是一部感应机 吃下肚的东西是好是坏 都会有反应的 这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 像是您是属于寒性体质 还是燥热的体质呢 现在夏天盛产的水果 像是西瓜 荔枝等等 非常的多样 那么如果您的体质是偏热的 中医师建议 可以吃点偏寒性的瓜果类 用来降火 那么少吃荔枝 龙眼这类的水果 避免上火 导致便秘 夏天到水果盛产 多汁的西瓜 香甜的荔枝 龙眼都很受欢迎 顶多要吃四五颗就OK了吧 你吃十多颗的话 会有什么就造热 就便秘 造热 榴莲也是热的 中医师建议 吃水果时 种类与分量 可以视个人体质 做适度调节 荔枝种类的确是属于比较温热型的水果 那所谓的热性体质的人 你吃的量你就跟一般人比的话 你可能再少一些 偏寒性的体质的病人呢 是西瓜 然后香瓜 我今天吃这么多 我拉肚子了 那我下次就吃一半 中医将水果分为五大属性 寒性水果包括西瓜 香蕉 火龙果等等 良性的则有梨子 琵琶 柳橙等等 温性水果像龙眼 芒果荔枝都是 而榴莲则是属于热性水果 另外还有平性水果 如果不知道自己体质 属于哪一种的话 那你就可以吃苹果啊 相对比较平性的 你大概就可以选择木瓜 葡萄 这样都比较不会影响 每天至少要摄取两份水果 一份是一个拳头大 中医师还提醒 含糖量高的水果 吃太多会影响消化 糖尿病患者也要特别注意 大海新闻张国断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暖清新闻一早温暖你我的心 来看到这个温暖的故事 夫妻之间要相互的扶持 那么在花莲上演一段 捐胜旧夫的故事 这是一名41岁的偏乡妇产科医师 他有了肾衰竭的毛病 但是他的妻子勇敢捐出 左边的肾脏 这是花莲慈激医院 夫妻的活胜移植手术 现在夫妻两人都复原状况良好 接受肾脏移植的阵营好医师 经过两个星期的调养 顺利排出身上五公斤的水肿 能够持续照顾病人 使他最高兴的是 9年前郑银豪确认 离患慢性肾脏病 肾功能只肾三分之一 虽然认真保养 但今年三月发现水肿的很厉害 瀕临洗肾阶段 太太吴依林毫不犹豫 捐肾给先生 第一时间跟我讲 其实我是没有犹豫 想不到换了一颗肾脏 他以前不能吃的东西都回来 我很开心 然后像我肾一颗肾 我是也要好好保养 就会比较多喝水 两人的基因配对结果 比亲兄弟还吻合 花莲慈基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团队 把握换肾时机 采用内视镜手术 手术时间短 而且伤口小复原快 受证者七天出院 捐证者第三天就能出院 我们看到很多急诊 很多病人都因为背水肿 或是全身水肿 或者是甲离子太高 来急洗肾 那这种状况之下 就错失了这个 事前好好评估的机会 夫妻间谍情深 太太勇敢捐胜 支持先生继续守护病人的健康 当然新闻 唐南军邓明仪花莲报道 爱的力量需要越大越好 来看到的是澳洲水梨呢 已经看到了爱心成串的场景 今年二三月份的时候 当地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降下了破纪录的雨量 发生严重的水灾 雪梨还有布里斯本等地的志工 是动员人力 协助灾民恢复家园 而最近这几个月以来 志工们再度发起了 诉讼意脉的活动 要延续善的力量 主张骗汪洋几乎看不到陆地 澳洲东海岸 今年二月开始遭受恶劣天气侵袭 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斯州 面临千年红灾 大水褪去灾区满目重溶仪 受灾居民的无奈也写在脸上 此季志工主动协助清扫 时隔三个月澳洲入冬 但雪梨的慈激会所却飘来洞乡 慈激澳洲分会发起诉讼意脉 不爱行动 当地桥界共襄善举 年初二月三月份的新南威尔斯的水灾 很严重 附建的路很漫长 实际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觉得应该给予支持 我们对包粽子这件事情 我们并不是专业 但是我们也希望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 来表达我们对实际的 这样的一个安排 还有这样的一个善心的支持 十天的时间 志工卖出将近五千颗诉讼 人为学校的家长尤其捧场 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可以帮助别人 然后也可以帮助自己 因为我不会包粽子 在有能力之下 我觉得能帮助别人 我觉得挺好的 心情很愉快 可以帮助到别人 纵爱汇聚 让善的能量继续在水患灾区 传播开来 台南的麻豆区 有志工为确诊的法亲送餐 让确诊者可以好好的休息 不用担心饿肚子的问题 一个炒菜 一个包菜 庄雄航夫妻两出任务 要为确诊民众送餐 夫妻两个都确诊 所以我们也帮她准备了 一个便当跟一个盘口 那这好吗 有啦 有啦 感恩啊 我准备不备看 她也说我准备看 准备看她也说我准备看 我准备看她也对 不能出去啊 这个法亲都关怀了 这甘心吉利国几周 分早饮一级棒 好美人来 哎呀 冬初我确诊的时候 你要上班以前 还没早餐去我家 我也很感动啊 真的确诊的时候 用餐很不方便 送一点东西过来 最早确诊的 其实是庄雄航全家 谢秋香贴心送餐 再去上班 却也快筛确诊 我也不知道说 就真的有一天 患自己确诊 师兄姐也送了 一堆水果过来 真的心好温暖 这种法亲之爱 比我的兄弟姐妹还快 因为有时候 他们没办法买东西 我们就会帮他们送餐 我都先放着以后 然后就打电话 我先离开 然后他再出来拿这样子 我也会保护我自己 确诊的人 被人家来关心我们 然后我们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关心后面 确诊的人 这个爱的心怀 关怀确诊家庭需要勇气 大家一一恢复元气 要继续爱的接力 大新闻 微轩仲睿平台南报导 系列报导 梁荒解放 今天要跟大家探讨 是粮食不浪费的问题 根据环保署的统计 在2020年的时候 国人产出的厨余量 高达了52万9千多公顿 这个数据看起来相当的惊人 也令人觉得食物浪费 好可惜 其实减少厨余的第一步 就是在料理之前 先衡量用餐的人数 还有食材 避免浪费 像我们常常在开箱的时候 都难免会看到有一些小虫虫 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之前在叶菜上面 找到蝸牛 而且几乎天天都有 你看那个头 那个头很可爱 躺在纸箱里灰头土脸 大小不一的马铃薯和红萝卜 在两位厨师盐里 可是上好的食材 你把它洗一洗 它就可以连皮一起下去煮了 对 你不需要去削皮特别处理 一样好吃 这间是凤行洗食概念的餐厅 厨师赞叹有加的这项食材 是来自有机农场的格外品 也就是人称的丑蔬果 只因为外形不佳 被市场淘汰了 像我们在农场 有时候会去帮忙做制风开收 你就会知道有很多豆子长这样的 那只是说长这样的 其实我们就发现 怎么在市面上都没有看到 原来有一间商店或者是大通物的潮水 它可能带质就这么大 它就是要这样子打烧 如果大质有点 其实都在他们的筛选上面 标准之外 厨师的慧眼摆脱了 市场评件食材的框架 他们回归到食物的本质 认真看待眼前的每一份食材 通常我们来的时候 早上来先会看一下我们冰箱有什么菜 还剩什么 然后检查一下 把我们今天来的菜 看有没有旧的 如果有旧的话我们就要先用 依照食材的新鲜度 安排取用的先后顺序 他们将息食的思维 落实到处理食物的每一个环节 我们不管是任何的菜单发想 我们其实就会先想说 这个东西如果切下来有下角 下角要怎么去利用 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 去做很多的想法延伸 所谓下角料指的就是剩余的材料 但在洗食餐厅里 就算是下角料 也可以华丽变身 完全看不出来 咖喱其实算是一种 那你剩下不管是剩下根筋类的蔬菜 或是一些水果 像凤梨也可以煮咖喱 对 苹果煮咖喱 就是你香蕉也可以拿去煮咖喱 对 就是你可能吃不完 剩下一点点 你会觉得我还剩这么一点点食材怎么办 那你把它切成小钉状 然后我们就是跟咖喱一起去煮 它其实煮成钉状 大家也看不出来 其实也很漂亮 厨师传授的洗食料理 除了咖喱之外 他还力推豆腐丸子 豆腐丸是我们用板豆腐 去跟蔬菜捏的 那其实像就跟前面刚刚那个马铃薯一样 你只要是为粘稠 可以粘稠 可以再去做成饼状 炸过或是煎过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 对对 或是你把它切成小钉状 包水饺也可以 我们在厨房 我们会很小心地利用它们 很小心地去处理这些食材 我们不会随便就丢 我觉得这个感恩的心 是随时都要保持的 近年来气候变迁 冲击全球作物收成 加上俄务战争带来的动荡 各国纷纷寄出粮食出口禁令 如何避免食物浪费 再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工作 是做面包店 那做面包店常常就会遇到一个状况是 因为它必须是先做好 让客人来挑选 那我们就会变成很多都会剩下来 每天都要丢掉很多东西 那我们自己开店之后 其实我们也还是想要做面包 我们就决定我们以预约制 就是我们有多少订单 我们就实际做多少量 那完全不会有浪费 客人他也会有计划性的采买 习食餐厅从各个环节 让食物不被浪费 他们将豆渣做成松饼 整颗柠檬连皮做成柠檬酱 也借由课程推广习食的重要性 让人们看到食物多层次的利用价值 一个食物的产生 其实是要花很长时间 才有办法产出来 我是觉得刚刚前面提到的习食 就已经是台湾最欠缺的东西了 南瓜不吃里面的囊 对不对 囊也是可以吃的 囊你只要把它蒸熟了 拿去打成南瓜浓汤就好了 对像我做南瓜浓汤 我就全部都一起打 南瓜囊太硬 它的纤维太厚太粗了 所以就把它丢了 对啊 这就是浪费 根据环保署最新统计 台湾每年浪费掉的厨余量 高达52万9567公顿 如果我们都能够意识到 所有的食物都是来自土地的生命 我们面对任何一份食物的取用 一定都会好好珍惜 吃东西真的要好好珍惜 接下来出门上班上课之前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动态 目前在台湾附近有两个热带系统 有青台浮荣 它持续往海南岛的方向移动 而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有可能增强为今年编号第四号的台风 但是都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不过要留意的是 外围环流水气会带来降雨 提醒您今天 天气变得比较不稳定了 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 一整天都有机会发生 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而其他地方同样要留意的是 午后的瞬间大雨 另外气象局针对了新北地区 发布了高温资讯黄色灯号 记得要防晒多补充水分 接下来来看到详细的天气数据 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最高温有35度 降雨几率20% 陶竹苗地区最高温34度 降雨几率20% 中部的中江头最高温34度 降雨几率高一些有60% 云江南地区温度25到34度之间 降雨几率高达了90% 南部的温度最高温34度 降雨几率70% 宜花冬部分最高温32度 降雨几率20% 外岛部分最高温33度 降雨几率20%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是林国新 祝您平安健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